14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卡会见 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主席卡利·达奇亚 习近平指出 中孟两国地理相近 政治基础牢固 经济发展互补性强 在两国历届政府和两国人民共同努力下 中孟关系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中方高度重视中孟关系 愿同孟方加强合作 帮助孟加拉国推进工业化进程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民生改善 双方要扩大人文交流 将两国友好传承下去 为两国关系发展开辟新的广阔前景 习近平赞赏民族主义党多年来 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 积极推动中孟关系发展 强调 中方愿同包括民族主义党在内的 孟加拉国各主要政党 加强党际交往和政党建设经验交流 增进相互了解 卡利达奇亚表示 孟中两国友谊远远流长 中国是孟加拉国最密切的伙伴和朋友之一 民族主义党始终主张积极发展对华关系 很高兴看到两国在政治上相互理解 在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 民族主义党赞赏中方一带一路倡议 主张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和梦中应免经济走廊框架下 加强同中方的经贸 投资 互联互通建设合作 民族主义党愿意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交流 王沪宁 栗战书 杨洁篪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王沪宁 栗战书 杨洁篪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